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鄭鴻怡 歡迎收看今天的政治道了 這個俄國跟烏克蘭的戰爭 那麼本來在明天 這個普丁認為 他要宣布勝利 烏克蘭會投降 不過看起來似乎不是這樣 那麼今天正式戰爭進入第六天 那麼今天很多的新聞就是說 這個俄國的大軍 正在大舉的向烏克蘭挺進 那麼而且現在已經 這個投下很多不應該投的炸彈 那些炸彈是犯下戰爭罪 很多地方是打平民 打住宅區 打行政大樓 那麼因此很多的分析家說 接下來這一場戰爭 會非常的醜陋 最壞的在後面 這幾天不算數 而且會非常非常的血腥 那麼可是如果俄國沒有撐幾天 那麼對俄國也相當的不利 所以整個戰爭接下來會怎麼演變 這個今天我們要來討論 那麼在俄國似乎 這個在烏克蘭刺針飛彈 跟標槍飛彈非常的好用 打了很多飛機 打了很多坦克 打了很多戰車 那對台灣來講 我們是不是也有這樣的武器 另外是這個人家問烏克蘭 問俄羅斯的發言人說 那你們還有什麼朋友 他說我們還有中國 好 那全世界都倒向烏克蘭 同情烏克蘭 為什麼中國是俄羅斯的朋友 難怪在那邊會有反中跟排華 那在這個時候 美國特別派了特使團來到台灣 那這個代表什麼樣的意義 今天我們要來這個解讀 我們今天邀請到的來賓 趕快來介紹 第一位他是我們外交 跟國防委員會的立委 王定宇 王委員 宏毅大哥大家好 另外是政治學教授 范士兵 黃老師 宏毅哥好 大家好 以及知識的媒體人 黃創下 宏毅好 大家好 那另外這個是我們前任 駐美國代表處的政治組的 組長 趙宜祥 歡迎大哥 大家好 另外是國民黨文傳會的 副主委 葉元智 黃英哥好 大家好 中華兩岸精英交流協會的 秘書長王志聖老師 黃英哥好 大家好 待會兒軍事專家 吳明杰也會加入 那麼這個是根據拍攝的 衛星影像顯示 俄羅斯軍車隊伍 那麼在烏克蘭的首都基辅的 北方綿圓 綿圓64公里 夭壽 那就從台北到妙劣了 整個都是建車 全部都是 全部都是 全部都是綿圓64公里 比稍早通報的27公里 還要長 那麼美國的支撐國防官員說 美國預估 俄軍將在近日包圍基辅 說俄方可能因為進度太慢 感到挫敗而變得更具侵略性 那麼這個接下來這場戰爭 可能會傷亡慘重 而且非常血腥 好 那麼美國認為 烏克蘭的頑強抵抗 拖慢了俄軍進攻的速度 計畫失敗因此導致一些 俄羅斯部隊沒有燃料 或者其他的補給 這個美國官員告訴媒體 可能的結果之一是 俄軍重新評估他們的戰術 而且可能變得更具侵略性 更明目張膽 無論是俄軍的規模 或鎖定基辅攻擊的規模 都是這樣 所以接下來這個戰爭會更加明目張膽 更加的具有侵略性 那我們再看 美國智庫海軍分析中心 資深的研究員考夫曼 認為俄軍目前沒有像過去一樣 發動集中火力砲風 轟炸行動 目前僅用了一小部分的火力 他認為最壞的狀況還在後面 這場戰爭會變得更醜陋 所以這幾天只是小部分 那我想請教一下王委員 你怎麼看 我們先講 我們現在看到擔心的事情 獨裁者像普丁這樣的人 這種國家沒有制衡的力量 所以他落一個面影 我明天要看到立頭 從西邊出來 我要看到太陽從西邊出來 這個國家的人就必須服從 習近平是這樣子 北韓是這樣子 俄羅斯也是這樣子 沒有人會告訴他說 孕捕的問題 人道的問題 還有各方問題 沒人家說 你不能執行運運 就換個人 這個人就拉下來 所以現在根據 各方的情報顯示 本來普丁的計畫是48小時 拿下基輔跟哈爾科夫 然後他認為這個習近平演員總統 這輪司機就會跑走了 然後三十六小時到七十... 七十二小時左右 整個烏克蘭就會投降 甚至會拿著鮮花 歡迎俄羅斯的軍隊 就K條了嘛 就開始震怒 K條憤怒之後 一方面對俄羅斯的部隊施壓 二方面就拉高電抗的態勢 連那個核武器 二十一小時待命 這個動作都做出來 這個動作其實是 高度的危險性跟生意性 而且最危險的是對俄羅斯 因為你不可能真的怕的時候 全球制裁你的力道會加大 那現在最新的情報顯示 他希望三月二號看到具體戰果 所以從哈爾科夫昨天開始 大量的火箭彈跟毀滅性武器 朝向住宅區轟炸 我們還有六個台灣人在那些地方 然後很多平民都付出生命的代價 那基輔這裡 洪宇大哥 你說綿延六十幾公里 六十四 那六十四公里裡面有裝甲車 有坦克車 有油料 有補給車 還有運兵車 綿延那麼長 全部往基輔邁進 因為他們在基輔外面 三十公里的衛星城市 一直打不下來 甚至有一個坦克的一個小股的部隊 俄羅斯的坦克部隊 整個被烏克蘭殲滅 那個影像都有 所以一集 又希望在三月二號 也就是明天 要看到具體的戰果 所以我看到折倫司機 向國際發出來講說 接下來的二十四小時 可能是烏克蘭最關鍵 最慘烈的二十四小時 這也是我們擔心的一部分 那現在全世界感動的是 這個折倫司機 接下來的二十四小時 可能會非常非常的慘烈 慘烈 而且最慘烈 你的目光可能要集中在三個部分 一個是哈爾科夫 一個是基辅 一個是在亞素海邊緣 那個海洋都市 那個都市現在被圈住了 那個是他們第一階段拿下來 打到現在被圍城都打不下來 那會不會用屠殺的方式 或者用更破壞性 這個是美國的軍方估計 會用更大的破壞性的轟炸來進行 或者轟炸進行 那第二個部分是 英國剛剛丟出他們的國防部的情報 說雖然俄羅斯昨天宣布已經取得制空權 其實沒有 因為大量的刺針飛彈 防空飛彈 讓俄羅斯的飛機付出很重的代價 所以他們接下來攻擊 可能會利用夜間來行動 也就是制空權 你要知道俄羅斯的空軍是絕對空優 對 烏克蘭的空軍 能打的戰鬥機三十架以內 然後被打掉一堆了 就到現在烏克蘭的天空 俄羅斯還不放心 所以他們可能會利用夜間 所以加上我剛才前面講的 在烏克蘭時間 他們的今天晚上 可能要面臨非常慘烈的 那看得到日出 那就變成俄羅斯的壓力會增大 那另外因為這樣的狀態 也因為澤倫斯基堅守崗位 你知道這個總統 美國有提供他說 我是不是想辦法把你接出來 你在外面遙控就好了 澤倫斯基回了那句 大概是最近最有名的一句話 The fight is here 戰爭就在這裡 我需要的是彈藥 我不需要搭便車 Free ride 這句話一丟出來之後 他們全國對這個總統的滿意度 升高到91% 而烏克蘭的民調 外國媒體去做民調 70%的烏克蘭人認為 他們一定會戰勝 所以那個戰鬥意志很堅強 士氣很高昂 也改變了歐盟的態度 芬蘭不加入北約的中立國 宣布軍援烏克蘭 瑞士永久中立國 史上第一次加入金融制裁俄羅斯 丹麥 你什麼時候聽到丹麥 竟然宣布公民可以自由參軍 成為志願軍到烏克蘭幫忙打戰 然後拉脫 拉脫維亞也宣布這樣的動作 另外美國跟加拿大剛才最新的消息 美國跟加拿大很多老兵 你不要動作老兵 他們老兵26歲 很多美軍的老兵 甚至於是空降師 101空降師 82空降師 現在已經集結 要飛到波蘭準備進入 所以 我剛剛私底下 還跟創下在開槓 以前我們台灣有個大漠計畫 是我們台灣的優秀飛行員 包括我很尊敬的前總長 沈一鳴 他們當時就在台灣辦退伍 飛到沙烏地阿拉伯 幫我們的友邦 穿上他們的飛行衣 飛他們的戰鬥機 所以看起來盟軍好像不派兵 可是變成志願軍的型態 往烏克蘭去 現在人數越來越多 然後我最後補充一點 歐盟有史以來第一次 不只提供什麼飛彈反坦克 你像德國也改變了 德國本來 他說我們不能軍備武器 給有爭議的地方 結果看到俄羅斯這樣動作 自己的軍費增加一兆 增加百分之二十五 送了一千套的反坦克飛彈 五百套的刺身飛彈 然後歐盟決定 把烏克蘭會開的戰鬥機 你知道歐盟還有很多 前中歐 東歐 蘇聯的國家 要送蘇凱二十七給烏克蘭 你就聽到一個問題 你要送人戰鬥機 你要怎麼給他 你要不要派飛行員把戰鬥機 飛到烏克蘭境內 他說他還幫他熱機 對 還要幫他熱機 就希望馬上可以戰爭了 那表示誰開的飛機 那西方大開的 飛行員是西方的 所以各種形態的資源 烏克蘭加上一個圍城 最黑暗最雪星的時刻即將來到 就在這接下來的二十四小時 OK 好 那我給大家看 這個是 現在因為俄羅斯入侵 烏克蘭說每天要花台幣五千六百億 烏克蘭如果立抗俄羅斯公事撐過十天 那麼這個俄羅斯恐怕必須進入談判 因為他沒錢 那我們現在先看這個人 這個人叫前愛沙尼亞的國防部長 叫特拉斯 對不起 為什麼把他圈起來 因為等一下也會講到另外一個特拉斯 這個是愛沙尼亞的國防部長 前國防部長 他說普丁打烏克蘭的軍事行動沒有計畫 俄羅斯很快就會缺錢缺武器 假如烏克蘭可以撐十天 那麼俄國必須跟烏克蘭政府談判 所以這十天是已經打六天了 所以接下來這三四天就很重要了 他說俄國的火箭頂多只夠撐三四天 所以必須省這點用 然後現在我們再看另外一個特拉斯 這是英國的外交大臣叫特拉斯 這個是其實英文叫做Trust 剛剛這個是Terruss 所以不太一樣 那英國這個外交大臣他警告 俄乌衝突恐怕持續好幾年 而對於莫斯科當局 尋求動用更具殺傷力的武器 必須有所因應 他警告普丁可能會動用 更致命的武器 他擔心這場衝突可能會非常非常的血腥 我們要有所準備 那芬蘭的外交部長是說 俄羅斯可能準備動用核子武器 這個不得了 所以我們也會討論到 那最後的戰爭會升級嗎 會擴大嗎 那我想請教一下王老師 接下來會更血腥嗎 對 就如同剛剛王委員所提到的 其實你會看到說俄羅斯這兩天 跟布克蘭在白俄羅斯這邊的和談 根本就是一個假談真打 我覺得就是普丁需要一個和談的緩和 重新部署他的軍隊 因為連續四天五天的閃電站攻不下來 你如果第一階段閃電站中部署 那第二階段什麼 你必須進行強烈的城市包圍 然後進入到巷戰 逼著烏克蘭去做這個妥協跟脫降 那這個就是血腥的戰爭 因為你要包圍 剛剛講為什麼就是四公里 我要有坦克要有裝甲 要有相關源源不絕的地面部隊進入 然後再來我要逼迫你投降 我必須要有更強硬 或者更這種具威脅性的武器 譬如說已經傳出來在烏克蘭第二大城 還有科夫那邊 已經昨天傳出來就有畫面 就是那個炸彈應該是所謂的真空彈 就是那種炸下去之後 瞬間它氧氣會被燒掉 或是像燒一彈那樣子的 那個其實在聯合國是禁止使用的武器 可是在影片上面已經看到俄羅斯的軍隊 在烏克蘭的城市使用這種武器 而且看起來是針對平民 換言之就說俄羅斯接下來 他為了要逼使烏克蘭更快的妥協 或者更快的投降 他採取的方式一定就是更激烈的 包括剛剛講何威哲 何威哲的時候俄羅斯現在做兩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俄羅斯的國防部長 也是27號28號的時候 向普丁報告說他們的核三瑞一體的攻擊 已經完成了 從所謂的戰略轟炸機的導彈 包括了核潛艇的佈置 包括了地對空的這個洲際戰鬥飛戰 都已經部署完成 隨時可以發射 可是這是俄羅斯 最詭異的是白俄羅斯 白俄羅斯在28號 他的總統直接宣布說 他們要撕毀白俄羅斯的非核化的規約 你要知道那個當時蘇聯分三個 俄羅斯 白俄羅斯跟烏克蘭都有核武 烏克蘭九年代就沒有了 事實上俄羅斯跟白俄都有 就這很詭異的 白俄撕毀這東西代表什麼 可能由白俄先做威者跟動武的動作 俄羅斯說那跟我沒關係 可是北約會緊張嗎 所以由白俄羅斯先打核子武器 有可能 所以其實這一系列的動作 你看核武器 你從那種這種所謂的人道禁止武器 其實都已經在整個部件跟動員當中 來 我們看兩則新聞 第一則是這樣 這個是說 俄軍在昨天使用了火箭彈砲轟 哈爾科 撫射中烏克蘭的第二大城 而且是打著住宅區 請大家看 打住宅區 造成至少 十一個人死亡 三十一個人受傷 那烏克蘭的總統文哲斯基 澤文哲斯說 這是明顯的戰爭罪 你怎麼可以打住宅區呢 那哲斯基說 俄軍的行徑是蓄意攻擊平民 你殺害和平的烏克蘭人民 沒有人會原諒你 好 所以他對住宅區攻打了 也打了平民了 接下來我們再看這個 路透社報導 烏克蘭駐美國的大使 說俄羅斯在入侵的行動中 已經使用了真空彈 也就俗稱的炸彈之父 那國際特色組織說 俄軍在烏克蘭使用國際法 禁用的急速彈 還攻擊烏克蘭東北部一間 有大批平民在內避難的幼兒園 剛剛打住宅區 現在打什麼 打幼兒園 所以這個大使是個女性 她叫做馬卡羅娃 她說炸彈之父是一個真空彈 是一種高溫燃燒彈 會立刻抽空空氣中的氧氣 引發高溫爆炸 產生的爆炸呢 爆炸波 遠比傳統的炸彈更持久 而且能夠把人體氣化 嚇死人 就說你走下去人沒看到 因為變空氣了 她說國際人道法律禁止使用 急速彈這類殺傷力強大的 無差別殺人武器 使用無差別攻擊造成平民死傷 構成戰爭罪 所以真的有一天搞不好 會對普丁做一個刻意戰爭罪 這也不可能 好來 創作兄 現在全世界在關注的 沒有人會去操心烏克蘭的抵抗意志 但是大家比較擔心的 是普丁的精神狀態 所以普丁的精神狀態 是這幾天的一個關鍵 那關鍵裡面的一個精神狀態是什麼 所以你看他六十四公里的車子 已經圍過去了 在卡爾科科部那邊 已經有那個 其實他用那個火箭彈 就叫TOS-1 TOS-1 它就是像我們雷霆火 兩千一樣 大量的火箭彈 可是它恐怖的 可怕的在哪裡 它裡面用的是 剛剛講的 像是雲氣彈 像是鋁熱劑 一打出去之後 溫度迅速燃燒到兩千度以上 而且燒得很快 所以就算你躲在地下室裡面 躲在防空洞裡面 氧氣會被抽光 然後普丁會瘋狂的是什麼 這一次烏克蘭抵抗的人力 可是你現在面對他這個狀況 你看得出來 他如果這場戰爭 真的沒辦法打贏 他可能自己都急急不跑 那些經濟制裁 什麼內部的制裁 最重要是軍方覺得你不行了 這是他的危險 所以這個時候 那這個時候要怎麼辦呢 就是無差別攻擊 無差別攻擊是戰爭罪 可是戰爭罪要等到戰爭 落幕之後才來處理 可是另外一個狀況是 昨天國際法庭的一個刑事警察官 已經提出來了 要用反人類罪 反人類罪 北約和美國 這個時候 因為你是反人類罪 所以沒有什麼北約條約的問題 北約和美國就應該要 去做一個制止的動作 所以包含是 但普丁的精神狀態 恐怕是現在最危險 你覺得他精神狀態怎麼了 馬克風就講說前後判若兩人 然後美國不是最近在 那個國安會 那個參謀主席聯席會議 跟國會議員講說 議員都出來講說非常擔憂 他們就覺得說普丁 盧比歐說他不是五年前的普丁 對 就是非常擔心普丁的 現在的一個精神狀態 到目前 到目前俄國到底有多少軍隊 已經進入烏克蘭 目前他們當時只講十五萬 但是美國現在估是百分之七十五 已經正式進去了 前前的時候 百分之七十五了嗎 七十五了 所以大概已經十萬左右了 他們原來在邊界屯兵的時候 總數那個衛星點錢 十五萬幾千 最後到十九萬多了 那就是二十萬 那是屯兵的時候 然後第一時間是一半壓進去 然後打了兩天打不下來 一半就大概十萬進去 然後打到兩天之後 沒有打到四十八小時後 三分之二壓進去 這個都有國際情報的數字 目前是七十五 那目前幾乎我看只保留十趴 全部都進去了 這是一個 第二個剛才宏益大哥問的一個問題 說普丁到底精神狀況出什麼問題 盧比歐那個說法 盧比歐是聽完美國情報的 對國會議員專案報告之後 才出來講的 引述的 第一個就是說 在克里米亞上一次 俄羅斯併吞克里米亞的時候 你就發現普丁是一個冷靜 奸詐 充滿 你說他有智慧或者奸巧的一個 很可怕的殺手 狐狸 殺手是狐狸 進跟退 你要自己摸起來 他就暖下來 你一退他就往前吃掉你 可是這一次普丁像賭徒 有點像 我今天退一半 輸了 梳哈 一直往前梳哈 他用那個梳哈的心態 呈現在swift 懲罰他們的那個金融的時候 是 一下子把他的利率調到20% 那個在經濟學上其實都在吃毒品 飲鎮止渴 會出問題的 所以當他屬於賭徒的心態 整個把他的這個籌碼壓上去 勝了成為皇帝 輸了之後他可能 不用戰爭罪去處罰他了 他國內地位就會瓦解到了 然後也因為他過度的自信 認為烏克蘭 我們前兩天 昨天跟Vincent 我們跟一群烏克蘭朋友在那裡 Vincent就是趙一翔 趙一翔 就是那些烏克蘭人也承認我這個講法 他說其實俄羅斯人看不起烏克蘭人 他看他沒有 所以你知道他那個運輔非常的不精緻 我今天看一個新聞 你真的是黑色喜劇你知道嗎 他連那個油料的補給都沒有算到 開著俄羅斯最新型的坦克 開開開開 沒有油了 結果俄羅斯的兵拿著油桶 跑去找烏克蘭的警察局 有沒有汽油可以借一下 然後當場就被烏克蘭警察 沒有 網友認為那叫做高級投降 就是說這車塞到沒有油 跑去找敵人的警察局 借油開門讓我車發動打你 是 這一種運輔 加上剛才那個60公里長的那種排列方式 那個不用什麼戰鬥機 無人機擠架過去 咻咻咻咻咻一打了 全美 美國那個REAPERS 那個無人機只要擠架過去 那個打那裡面的油料車通通都沒 就很荒誕的一個部署 甚至於第六線隊的巡弋飛彈打幾個 慢慢飛就可以了 因為這一兩天真的太關鍵了 很可能是烏克蘭 要面對非常慘重的傷亡 因為我有訪問這個張誠將軍 他認為其實進去的軍隊不多 他認為進去的軍隊 本來是看他們不起一下子就會結束 那叫旭戰 就我們書不是有打寫旭嗎 就一開始就要中戰了 沒有幾天 兩天就給你打結束 可是他說接下來不是這樣 接下來叫會戰 會戰 就像什麼徐棒會戰有沒有 因為大家要那個部隊碰部隊了 那所以他認為俄國的重裝備 重部隊這兩天會開始 大坦克 大炮 可是為什麼這個俄國的這個軍隊 這兩天的表現是這麼的糟糕 因為沒有油 因為沒有食物 就要唱超商 然後又被這個軍隊說 我是被騙進來的 那為什麼會是這樣 等一下我們繼續討論 先休息一聽話 接下來看到的這些照片 我一一跟大家做說明 這個是在烏克蘭 那因為俄國的戰車 裝甲車 說 去用頭砍你 去用什麼砍你 說去用那個什麼 吉普賽的砍你 你知道吉普賽很會跟頭砍 砍你之後用農用的拖鞅 這個機械把它帶走 如果一隻兩隻下去 去用騙中 那 那這個是這個二軍的坦克車 在裡面說沒有油 沒有油被烏克蘭民眾發現 他笑說 要不要幫你們把車拖回俄羅斯 軍人之後在旁邊乾笑 這兩個俄羅斯士兵 因為坦克半路沒有 跑進烏克蘭的警察局求救 而被逮捕 被稱為技術性投降 那根據烏克蘭國防部長 他的這個對外宣布的戰果 到二十八號 二軍已經有五千三百人傷亡 擊傷或擊毀軍機二十九架 直升機二十九架 坦克車一百九十一輛 裝甲車八百一十六輛 火炮七十四座 三毛矩地對空飛彈系統一組 BM二十一多管火箭炮二十一組 六十輛油罐車 六十輛油罐車 不然沒油 放掉了 不過老實講 這很可能是烏克蘭誇大戰果 也是為了宣傳 好來 宜翔要補充 是我想我做個小總結 就是說現在已經第六天的戰爭了 那普丁到底完成了什麼事情 還沒有完成什麼事情 他完成了 包括第一點剛剛王委員提到 他幾乎是團結了歐洲 歐洲其實過去是很多自己 國家內的紛爭 包括什麼 包括土耳其跟那個希臘 自己之間可能就打了十幾年 那現在因為俄羅斯 共同出來譴責俄羅斯 所以他團結了歐洲 但剛剛提到德國的這個 重返國際舞台 其實事實上 他除了這個重建他的軍隊之外 他做了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決定 而且長期是對俄羅斯 絕對有負面影響 是什麼呢 他宣布2035年 他要達成到他們的能源獨立 因為其實我們知道 德國幾乎是俄羅斯 最大的一個天然氣輸入國 所以他這個 如果能源獨立 可以達成的話 我想這個是對於俄羅斯 是非常大的一個打擊 所以這第二點 第三點呢 其實我們剛剛還沒有提到 就是說俄羅斯現在的經濟 幾乎是崩盤的一個狀況 真的是非常非常嚴重 我們其實剛剛提到說 現在那個烏克蘭的軍隊 不是要說如果你這個 俄羅斯軍隊投降的話 我要給你133萬這個台幣嗎 很多人在社群網站說你快投降 為什麼呢 因為明天可能就只值120萬了 後天可能只有值100萬 然後因為他給的是俄羅斯幣 蘆幣 蘆幣 所以你快點去投降 因為確實現在他的貨幣已經貶值 大概要兩成五左右 他的股市簡直是不開了 哪有國家這樣 星期一他們就已經宣布先停休 就休市了 星期二他們還沒有宣布 今天會不會召開 他們說今天早上再做出決定 因為他知道他股市只要一開的話 那股市一定是崩盤的一個狀況 所以這個我猜的話 俄國規定啊 那些有錢有外匯的人 要百分之八十全部賣給國家 對 對 所以我現在美金最值錢 你今天會很生氣 那其實烏克蘭確實到現在這個階段 我想他已經面臨到這個第二階段的一個戰爭 他們已經做好心理準備了 他現在連國防部的網站都已經做一個教學 就是說你拿氣油彈要怎麼做投放 甚至於還有教學 你今天如果家裡有盤子的話對不對 你直接把七成黑色的放到路中間 如果俄羅斯的戰車看到這個盤子 他認為是地雷 他必須停下來 停下來甚至於還要派這個官兵出來檢查 這是不是地雷 阻擋他的速度 阻擋他的速度 而且甚至於他的官兵如果從戰車願意出來的話 你再丟個氣油彈 他那個整個戰車就不能使用了 所以確實在這個狀態下 我覺得烏克蘭他已經做好心理準備 因為他知道這一場戰爭 原則上普丁是面子會掛不住 他幾乎一定要贏 所以今天其實烏克蘭他做出這樣子的 內部的一個心理建設之外 他其實現在已經尋求更多的國際資源 包括他宣布他希望可以參與歐盟 那歐盟當然我們知道這個問題還是很多 為什麼呢 因為無論是歐盟或者北約 基本上只要有領土爭議的國家 他們都覺得說這個可能暫時要先讓你領土爭議解決 那自從2014年我們知道 當然克里米亞之外 還有烏東地區都是在被這個俄羅斯的掌控範圍 所以因此他確實有領土爭議 這時間可能還要再拉長一點 但我覺得除此之外 其實他們的國防部已經出來宣布說 希望世界可以捐贈他們的國防部 讓他們的國防武力更加的強大 所以這個剛剛王委員有提到 我們前幾天我們就找了這幾位烏克蘭的這個年輕人 在臺灣的年輕人共同串辦了一個捐款平台 那我們都不經手錢 我們只是希望提供一些資訊 讓臺灣的民眾可以直接捐款到這個烏克蘭的國軍 或者甚至於烏克蘭的其他的非營利組織上 那我跟宏毅大哥報告到今天為止 今天晚上我們已經有快要達800筆的捐款 而且金額已經差不多100萬 短短24小時100萬 所以我們臺灣的民間力量真的是很希望可以幫忙 我接到好多知識的電話 甚至於願意去捐款20萬以上的台幣 很多知識者出來 說因為今天烏克蘭其實他們看到說 一個奮戰到底的一個精神 他們覺得非常非常佩服 也希望我們臺灣無論是藍無論是綠 尤其是藍這邊 也可以學取這樣子的精神 那也希望說未來我們要幫烏克蘭 因為我們的處境跟烏克蘭很相 沒錯 有一天我們可能也需要人家幫忙 沒錯 所以這個精神真的是很令人敬佩 那這個戰爭其實越拉越長 其實我想無論是美國 無論是歐洲 無論是我們 都會越來越願意去幫助這個烏克蘭 因為看到的這個精神 我想是令人佩服的 好 我在這邊我真的要奉勸普丁回頭是岸 你奉勸他他聽得到 或許聽得到 因為你如果今天真的使用這個極速炸彈 跟真空彈的話 我覺得那個造成平民的死亡的話 那就回不了頭了 可是如果你把跨越那條線 你要去殺到平民的兒童的話 那不得了 所以我真的覺得 而且那個為什麼 因為普丁現在沒辦法 他本來希望明天就結束 那每天沒辦法結束 然後每天被大家看笑話 什麼要嘛這軍車沒有什麼 很丟臉他很急 急的話他就不擇手段 那不擇手段只會讓俄羅斯 更受到國際的批判 然後讓大家更去支持富克蘭 那變成這個惡性循環 我覺得就是說 所以你現在趕快撤軍 可能還來得及 如果你真的用這些致命性武器 那個 所以說無辨別性的屠殺的話 無差別性屠殺 我覺得那個會讓俄羅斯 甚至我認為 不但普丁可能會下來 我覺得俄羅斯會遭受到 一九八九年垮臺的那個局面 會再出現 因為國際現在是 而且大家知道這一次 我覺得普丁誤判了 他一直把二零一四年 那一次進入到 克里米亞的那個狀態 跟以為會 跟現在的狀態 是一樣的順利 他那時候進軍克里米亞 是二零一四年二月二十三號 他進去的時候是 他的軍隊一進去 全部佔領 這個包含克里米亞的政府 電視臺 機場全部佔領 而且克里米亞的海軍司令 叛變 還跟俄羅斯投降 空軍基地有八百個空軍 飛行員 還有五十架戰鬥機 包含當時的這個所謂的 米格二十九 全部投降 所以他根本不飛 他進去之後就投降了 然後整個這個傀儡政權 就起來了 然後公投通過 所以他從二月二十三號進去 三月十九號結束 所以非常的順利 那這次不是喔 第一個 你有看到烏克蘭的軍人投降嗎 沒有 很少 甚至都是有被扶的 但是沒有投降的 而且戰鬥意志非常堅強 然後你現在搞到民眾 特別有錢的才華 剛剛講過 把你的美金都沒收了 所以變成內部會有人反對 那我覺得他就是誤判情勢 那為什麼誤判情勢 就是太獨裁了嘛 沒有人可以講真話 然後你看他之前演習這麼久 跟白俄羅斯演習好軍榮壯盛 怎麼會搞到今天這個樣子 就表示那些都是假的嘛 所以我覺得今天 如果連俄羅斯軍隊都這樣 那你更不要講解放軍了 中國解放軍是全中國最封閉 因為本來我們覺得他很強 打一打以後 你也落差落差 然後怎麼會去找那個 還沒有作戰經驗的 還新兵中心就把你推上去 還有大學生也把你推上去 然後現在俄羅斯的家長都在找兒子 這個會造成民怨嘛 我的兒子跑去哪裡了 找不到 問軍方 軍方也不回答 可是你看這次烏克蘭厲害怎麼樣 宣傳 我覺得他的這個宣傳 值得我們台灣這個政治作戰 來學習 他成立一個俄軍戰俘資訊網 你們來找 你看我們今天又抓到誰了 然後找這些俄軍 哭 我要回家 這個對俄軍的士氣 造成很大影響 對俄羅斯戰鬥民族來講 哭哭啼啼的在那邊求救 是很大的侮辱 而且第二個他厲害 是他把那個監獄裡面 曾經當過軍人的 讓你們釋放出來 你們代罪立功 因為這些軍人 反正我本來就要被判死刑 為什麼本來就關到 可能無期徒刑 我乾脆拼一拼 搞不好還有機會活 所以這點來講 這些軍人 從監獄出來 他一定是請全力來對抗 這個俄羅斯的軍人 所以這點也是很厲害 所以你看他現在 我給你獎金五百 五百萬盧布 請你們來歸詳 表示烏克蘭現在是有底氣的 所以我看就是說 現在俄羅斯 但是我們不能那麼樂觀 因為我覺得 未來要達到這個終戰的目的 我覺得普丁真的有可能死大絕 甚至用核武的話 那我覺得對於烏克蘭的人民來講 死傷會非常嚴重 那我們今天當然 我們也希望更多的國家來支援 包含醫療 還有各種的武器 能夠希望烏克蘭能夠度過這十天 十天之後我認為 整個的局勢會出現改變 好 這個是說現在 在推特上面有一段三十二秒的影片 那這個影片說 因為俄軍的傷亡跟損失 遠超過克里姆尼宮的預期 那這個影片是俄國的士兵 在烏克蘭搶劫超市的影片 那至少有七位全副武裝的俄羅斯軍人 在超市內搜刮架上的食物 這表示什麼 表示他們後勤補給太嚴重了 嚴重的不足 可是戰爭才幾天 怎麼就發生這樣的狀況了 請教一下元師兄 你怎麼看 其實剛剛我們一開始講到那個蛇症 六十四公里的 很多軍事專家就說 很異於戰爭的邏輯 因為一般來說你排那麼長 很好打 而且你沒有防空的設施 那人家只要用無人機轟炸 或者是旁邊有人攻擊的話 你就沒有辦法 你身體被阻斷了 散開都很困難 都很困難 那有人就講說 俄羅斯可能他前線遇到阻撓 然後對 所以他沒有辦法 就只能塞在那邊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一次俄羅斯 確實他打得會讓人家覺得很奇怪 就是說一個全球第二大的軍事強國 怎麼會出兵這麼混亂 而且我也有注意到他一些比較 其他的比較著急的狀況 像他會去攻擊烏克蘭的煉油廠 或者是會攻擊那個天然氣的輸送管 其實很怪 一般來說是我把你佔領了 然後我來使用 我不會去破壞你 所以其實可以預判就是 如果他一直攻不下來的話 他的手段會越來越激烈 就是按照剛剛大家講的 他會指出什麼殺手劍 包括他現在聯合那個白俄羅斯 白俄羅斯總統在昨天恐嚇 說三天內要讓烏克蘭變成絞肉劑 對 那這其實都是一些訊號 就是告訴大家說 這件事情是戰爭會越來越激烈 那雖然昨天有和談 可是我覺得這和談很難成功 因為兩邊所拍出來的條件 跟期望都落差太大了 都打不到 那個和談是普丁顯然要集結部隊 對 爭取時間 所以現在有一個問題就是 其實會想不到說這個戰爭結束 那個點是什麼 既然不會 現在外國也不敢來調停 因為馬克宏之前也被刷 然後沒有調停 那我們現在國際上只是提供烏克蘭武器 比如說吃針飯那些 就是讓他打得越久越好 所以這個傷亡可能越來越慘重 不過我覺得剛剛大家講 烏克蘭這次做的事情 我覺得還蠻值得參考 就是他這次網路戰打得很好 因為戰爭不是只有比軍事 還有比網路 他的網路戰包括就是剛剛 剛剛范老師講的 成立那個戰斧資訊網 他其實就是對俄羅斯的女性看的 就是說如果說你找不到你的兒子 跟老公的話 你可以在這個網站看 來找他們 其實這會在國內形成一個反戰的心理 就是說 而且第二個就是 我們可以發現俄羅斯這一次 他們沒 有很多人不知 他們兒子在那裡不知道 這樣哭哭哭哭嗎 有的有的是已經過世 他就公佈他的文件跟照片 有的是戰俘 他就公佈影片 影片就一把鼻涕一把眼淚 而且他們那個 在聯合國的烏克蘭大使 還公佈一個一個兒子 跟母親的一個對話 他上面就講 他就說你怎麼會在烏克蘭 我也不知道 我本來克里米亞 我就被派過來 那我可以 你爸說要寄包裹給你可以嗎 他怎麼寄 我現在在打仗怎麼寄 那你去幹嘛 不知道他們跟我們講說 來到這邊會很受歡迎 沒想到我來之後 他們又用肉身擋我們的戰車 然後有的人還罵我們 就是他們根本不知道為什麼來 他們不知為何而戰 那配合烏克蘭現在用的一些 就是你來我給你一百三三萬 你如果說暫時 你只有兩千多塊 我想是台幣 那大家軍心就會喚散 然後而且他不斷釋出一些影片 都是會讓俄羅斯覺得說 我到底在幹嘛 其實我在網路上看到一些影片 就是俄羅斯士兵碰到烏克蘭的小女孩 小女孩就罵那個士兵 罵他然後還捶他 捶他 就俄羅斯士兵也不敢怎麼樣 就往後跑 小女生嘛你能怎樣 可是我們以前小時候看那種 戰爭都很殘酷的 你敢對敵人這樣 敵人搞不好很快 就讓你伸手益處 代表說烏克蘭士兵現在 對他們來說壓力很大 他們也不會去 動不動去對平民 或者是痛下殺手 所以久而久之他們的軍心是很難 很難維持的 這一點我倒是覺得 我覺得烏克蘭他們做得還蠻不錯的 原資講到一個很重要的重點 他剛剛講的就是這個新聞 這個人是烏克蘭 烏克蘭駐聯合國的大使 那他在聯合國公佈了一段 俄軍陣亡之前與家人的最後通訊紀錄 宣稱這個俄軍的士兵 在跟母親的對話裡面說 這名俄軍士兵的母親問說 你怎麼這麼久都沒有回應 你真的在演習嗎 俄軍的這個是 俄軍回答說媽我不是在演習 我不在克里米亞 所以他原本跟家裡講的是在克里米亞對不對 士兵的父親想要寄送包裹 於是透過媽媽向士兵說 你這人對 這名士兵說什麼包裹 我簡直想掐死我自己 當媽媽問他發生什麼事 俄軍士兵只好回答 媽我在烏克蘭有一場真正的戰爭 正在進行中 我很害怕 我們正在和所有人交戰 就連原本應該很和平的民眾 我們被告知 他們會很歡迎我們 但是他們沒有歡迎我們 而且用肉身阻擋戰車 還罵我們是法西斯 媽媽這裡好艱難 對不起 最後他是陣亡 他這個是 他這位跑他手上就是陣亡了 被繳獲了 他的手機 因為是烏克蘭方公布俄羅斯士兵的簡訊 是是因為我昨天做節目的時候 我有給大家看三個俄國士兵 他都被告知說我們是來演習的 換句話說俄國是騙他 不是應該也不是騙 他們真的以為說我只要進去之後交遊一下 那個烏克蘭就會投降 那是普丁的幻覺 不是你是去打仗你怎麼演習 我意思是說俄國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要用騙的 如果今天去戰爭 人也說你們 像我們在臺灣面對中國的威脅 常常我們在每一年的漢光的響定 最常響定的那個劇情就是 中國以演轉戰 就是假裝演習轉成戰爭 這次俄羅斯有這個味道 那他的 那你從裡面聞到一個味道就是說 你們俄國人都沒在看電視喔 表示俄國內部的新聞是有管控的 有封鎖 否則自己被吊在那裡 怎麼會不知道去打仗 我們外國人都知道 俄國人不知道 內部的訊息是被管控的 中國也雷同 另外一個是訓練有問題 如果他們真的是以這 以演習轉做戰 會用精銳部隊 不會有百生八十隻新兵 第三個 創下那個就是他的精銳部隊 那個是在克里米亞 然後我在講最後一個就是 剛才那個宣傳 為什麼慢慢會有效 就是他內部的訊息控管 你以前不知道是這個狀況 現在是真實遇到 所以其實裡面還有一幕 是被抓到那個俘虜 是俄羅斯士兵 然後烏克蘭說 來我手機給你 打回去 當場那個影像就是 他打回去 把媽媽哭著說 你怎麼在那邊 你說 我就不來這邊演習 我現在被抓到了 那怎麼辦 趕快去打電話給我的指揮官 說我在這裡我要回家 你知道 那個 力量很強大 就是烏克蘭的軍人 把手機交給俘虜俄羅斯軍人 說你趕快去家裡 給你打一通 打給媽媽哭訴 叫媽媽打電話 給自己的指揮官說 媽 我在這裡我要回去 你知道這個東西 他媽媽在他們國內就會發酵 這個烏克蘭這一次 在網路或者在訊息的控管上 我覺得是一個很好的叫犯 等一下回來我們繼續討論 先休息一下